什么叫情商太低啊 比如说我们要出去买个衣服吧 我说你去问问价格吧 然后看见一个就是挺年轻的 大姨 这个衣服怎么样 这影响你们什么爱情啊 人家态度就一下就不好 连就刷遍了 我们就挺尴尬的 怎么还继续买啊 我只看你 我也不看他们啊 对不对 我生活中我看过别的女的吗 那在大街上走着 那女的我基本上都不看的呀 是 到我面不看 我看那个好看吧 我不看 然后背地里 然后我那天无聊 然后我就看传的短视频嘛 我一看是登的她的号 然后我看嘛 然后那大长腿呀 然后那女生小姐姐 然后还有一个群 大半夜四点多 还在那转发呢 关键她推送的东西啊 你说那也是算是我喜欢的吗 推送 算法时代 推送给你是因为你看 大数据 才会推送 那关键她推送的类别也特别多呀 那这么说我全喜欢吗 那有的推荐一个广告过来 我也喜欢广告吗 没有啊 没有啊 真有 这个你不要蒙我们 不不不 这个小哥 我还真的替她说一下啊 说啥 就是大数据推送 有一大半是根据她的喜好 但是呢 还有一小半呢 是根据绝大多数男人的喜好 所以呢 你要看比例 如果这个比例超过50%了 那一定是她的喜好 如果比例只有20% 你姑娘你说 抓了十个 有四五个吧 就这样 那四五个有的是搞笑视频里边 有个女的也算吗 那不是女的吗 那没有大长腿吗 那我就问你吧 推送归推送 你看没看 我 那看没看 顶多停留一两秒 有有有有 等会儿等会儿 你为什么呢 如果只是看 你看电影 你不看帅哥呀 你到电影院 把帅哥全删掉啊 他们可是出来的时候 你都遮住脸吗 不遮吧 加关注才是有想法 对不对 加微信的就出事了 行 厉总老师帮你证明 你是清白的 但是有一件事 我觉得吧 我觉得只要不符合 生活逻辑的事 我都会稍微有一个疑惑 就是为什么一个 正值青春年少的男人 不可以看漂亮的小姐姐呢 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 这本身就有问题呀 我感觉还是美问题的 我真是觉得一个男人 一个青春年少的男人 他喜欢美是正常的 对呀 走在大街上 突然一个大长腿的 刹那老师看一眼 看一眼就看一眼呗 怎么了 我让他看 恰恰不看 说哎呀我不看他 我不看他 心里有鬼 我觉得这才叫问题 我是真 行 你们往下说 你们往下说 你是真的不看 你是真的对他没兴趣 我信了 好吧 你们往下说 来来来来 就是他老是说 我爱提分手啥的 可是他就是每次 都在激我呀 激到我 就真的 就是真的很不想 给他在一块儿了 但是就很难受 不是我没激着你啊 我感觉我跟你说话 就是很正常的交流啊 对不对 我就感觉你很欠揍 说话那表情 那个动作 那我平常 我就这样的呀 那你一开始 怎么看上我的 你开始不这样 开始什么都顺着我 那我也是顺着你啊 你相当于有一件事情 你知道你是怎么对我的吗 那你这样 我顺着你说不行 逆着你说也不行 我不说这件事情 也不行 你说你让我怎么办 我顺着了就行 就说上次 刚刚来天津的时候 我们就是 本来想来天津玩嘛 然后就是那一次 然后就是打车 然后还是坐公交车的事 我本来想的是 你看你说那么远的路程 你要坐公交车过去 我知道你也晕车 然后你说坐车 也挺累的是吧 然后并且咱来天津 咱也不知道 他这车是怎么刷卡 怎么付钱 然后咱俩一人拉个行李箱 你叔叔挺费劲的 我就说那 那打个公交车过去 多好啊是不是 咱俩当时也不着急 为啥飞花那个钱 那个地儿 那坐公交一个小时 打车得多少钱呀 再说咱们就 刚来天津都是学生 而且也没什么钱 就飞 那么舒服一阵 有意思吗 那不是舒服一阵的事啊 那你万一路上晕车了 怎么办呢 吃药啊 你 你那时候也没有啊 对不对 买啊 那你 你们俩是来抬杠了 是吧 老爱提分手了 一天吵六七架 都熟的 不是我就想让他 别一吵架就说分手 你说吧 即使再爱你的话 你一天说好几次 你爱他吗 我爱他 你爱他什么 我爱他 就是如果平常不吵架的话 他对我特别好 但是你们俩一天 吵六七次架 这个概率很高啊 频率很高啊 就是最近 然后才多的 对 为什么最近多了呢 这才不到 这才一年嘛 刚一年嘛 怎么吵架就多了呢 可能 谁看谁咽了呀 这个 我解答不了 那么这段感情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了呢 请我们的四位老师 来给断一断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毕总 这女孩呢 我觉得你是个 浪漫色盲症 人家弄一个花啊 捧着过去 多少女孩觉得 哇 荣耀啊 恨不得赶快 发朋友圈上 天下都知道 撒狗粮撒到处 你倒好 把好心当成驴肝肺 他可以告诉我呀 他告诉你 还叫惊喜吗 但是你也是 什么叫做惊喜 是对方喜欢的东西 吃了一惊 突然得到 这叫惊喜 懂吗 你送个花过去 就好像说 他喜欢宠物 结果你送了一条蛇 变成了惊吓 他要规律 循规导具 对吧 什么东西 尽在我掌控 才是他喜欢的 总感觉这种人 很别扭 那就要问 你的性格 和他到底 适不适合了 这才是我想做的重点 好 如果两个人 摩擦到一起 对吧 越摩擦越起火 就说明 你们不是一种人 你好好的也可能 找另外一个女生 拥挤你的小心思对他 那女生觉得 幸幸福福的 但是他不行啊 你也需要找一个 对别人 就跟你的态度一样 横眉冷对 对吧 任何一个小妹妹 问我关于开车怎么开 说去你的 那边有教练 对吧 你应该找个冷的呀 不要送花的呀 我觉得你们两个 越磨会越难受 其实两个人都在用心 想要去爱 结果呢 你们用心爱的乐器 你们的心离得越远 好 谢谢丽总